18年,27年 又看看他會說些什麼 現在有一個圓形 你看到又不是一開波的 所以x²加y² 減6x加2y 加6除1.2等於0 實際上不是每一條都要先除了 領域 coefficient 但除了多數都要穩陣 不會錯的 先問一下第一件事 它說原形在圓形之內 你把0.0扔上去 那你出到1.2 正數 正數所以錯 B 它說原形 原形在2.2 首先第一件事 2.2在哪 2.2在這個位置 即是x-y是正 但是你看到今天的原形是3-1 3-1 3-1應該是第四 所以這個很明顯錯 這個主要考什麼呢 考大家記不記得1.2.3.4 就是x時針感數 因為你一順時針感數就會數錯 3 它說 Circumference 周界 是少於20 那Circumference 怎麼計算呢 是2πr 對不對 那半徑是什麼呢 半徑是什麼 我們都用Program 我們很懶 E 然後就是-36 這個是原形x座標 錯了 因為我拿了這條來做 記得拿回我們上面除了五個條 不要像我這樣錯 -6 2 1.2 原形x座標 原形y座標 半徑2.966 OK 所以他問是不是小過20 那我們把22乘2.966 再乘回Ti 你計算到這個8 收價應該是18.6 小過20 那這個就對了 最後問你原形x座標 原形座標是不是15-5 那就錯了 因為他忘記除 就會得出這個答案 就是這樣